接下來方辰老師要介紹的是第23題 23題他說x介在1到100之間 求1000x的1-logx這麼多次方 它的最小值能多少 這個值是我們要求y 就是要求y的最小值 因為你發現它的指數有位置數 所以要讓它掉下來怎麼辦 取log 那就取log 兩邊都取log以後這個就掉下來 就變成1-logx再乘上這個 那這個相乘可以變成log1000加上logx 那log1000就是3 那加上logx就加logx 那把它乘開來就會有-logx的平方 然後會有-3個logx再加兩個logx 比如說加一個logx 那就會-2沒有logx 然後常數相會-3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把這個做一下 這個 要求它最 這是一個二次式嘛 求最大最小值 就配方 配方的話可以把負號提出來 把負號提出來 然後做配方 負號提出去這裡就變正了 這樣可以嗎 那要加要加上這中間一半的平方 1的平方 這個就好像yy平方加2y 加1的平方 然後這邊呢 就-1的平方之力 好 到這邊看看有沒有問題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就會變成 就變成 負的 這個 logx加1 括號平方 然後再 加上4 好 看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沒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 logx它的範圍究竟在哪裡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就是說 x的範圍是在1到100之間 所以logx的範圍在哪裡 x是借在1到100 所以logx呢 就取log 這取log就變2 這取log就變0 就是0到2之間 所以這也叫0到2之間 所以當你這個 它要求最小值 最小值 就希望這裡 負的越多越好 平方 負的越多越好 所以當這個等於 多少的時候 它會負的最多 負的 括號的平方 當這裡等於 0到2之間 那多少它會負的越多 這個代引進去 負的1的平方 跟代2進去 負的3的平方 哪一個會負的比較多 代2進去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當 所以意思就是當 我們的logx 等於2的時候 等於2的時候 那這個 那這個 y呢 logy呢 這個y 會有 最小值 最小值就是 這個用2帶進去 就是負3的平方 就是負9 負9加10就是負5 那這邊有問題 好 那沒問題的話 這個什麼叫做 logx等於2呢 即 x就等於多少 10的 2次 10的2次 那要求的是最小值 那沒有要求x等於多少 那我們就不用了 其實x等於100的時候 好 那這個 可是我們不是要求 logy的最小值 我們要求誰的最小值 y的最小值 y的最小值 所以y的最小值 所以y的最小值 是多少 好 這什麼 10的負10 好 我們這個答案 好像之前也給了有問題 這個答案是要這樣才對 看下有沒有問題